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能靠血液透析的方法来维持生命 费用十分昂贵 积极寻找治愈肾衰的特效药剂 已成为世界各国科学家争先研究的对象 中国科学院也把这项工作列为知识创新工程 据要点记载 海洋中的大型藻类海带具有沥水消肿的功能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 海带中含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赫藻多糖硫酸汁 具有软化血管、抵抗肿瘤和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对肾功能衰竭也有奇特的疗效 它具有增加肾脏的血液流量和促进排毒利尿的功能 然而要从海带中把这种物质提取出来却十分困难 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也曾做过一些实验 从海带中提取赫藻多糖硫酸汁 但由于所用试剂昂贵、工艺复杂、提取成本太高 目前仍处于生物实验阶段 无法进入临床实验 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分离、提取赫藻多糖硫酸汁的研究工作 九十年代中期成功地研制出了 制备赫藻多糖硫酸汁的新工艺 成本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三十分之一 这样就使得将生物质剂转化为药品成为了可能 经过六年多的临床试验 科学家们证实了采用新工艺提取的赫藻多糖硫酸汁 除了对抗凝穴、降穴汁有明显疗效外 还对治疗慢性肾衰有良好的效果 尤其是对早期和中期病人 降肌肝和蛋白尿效果尤为明显 这种被称为圣海康的海洋新药 解决了肾衰病人血液透析的痛苦 不仅能防治病情的发展 治疗及时有些还可以治愈 治疗费用仅为血液透析的二十分之一 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我们首席将合照多糖硫酸汁用于临床 治疗生病综合症和中早期脉性肾衰 这是第一个 在国内外加的第一次 第二个就是 因为原来海带重力产品 共有四个 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产品 将新产品使海带重力产品 可以翻一翻 对这个海带重力利用工业 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带养殖国 年产海带钢品约三十万吨 占世界产量的二分之一 海带除了食用外 大部分用于工业 生产褐藻胶 甘露醇 碟 氯化钾等原料 而海洋新药 圣海康的原料 褐藻多糖硫酸汁 就是在提取了以上四种物质以后的 废料中制备出来的 圣海康的研究成功 使海带的综合利用率翻了一番 进一步促进了 我国海带人工养殖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 它充分利用了原来污染环境的废料 减少了海带深加工中的污染 为维护近海环境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